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披露出来以后 引起了世界各地民众的愤怒 已经有数百万民众站出来签名 反对中共当局的屠杀其中也包括很多大陆民众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3号报道 2014年2月份以来 河北省衡水地区天津部分地区的5894名民众 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 纷纷以签名按手印的方式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天津市保底区牛道口镇鼎翼制衣公司的200多名工人 2号来到镇政府请愿 他们要求镇政府帮忙解决工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问题 但是工厂的老板买通了官员 当地政府派出警察镇压 有多名工人被殴打抓捕 12月4号是中共所谓的首个宪法日 大陆各地的维权人士纷纷借机前往北京表达诉求 据大陆六四天网报道 3号有上万访民来到了中共国务院信访办 中共全国人大信访办 以及中共中央纪委信访办 排队登记 据访民估计 4号聚集的人会更多 12月2号凌晨2点多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一名四五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发烧被家长带到县医院治疗 由于皮饰时间没有到 医生就给女婴注射投包 导致女婴的鼻孔出血死亡 家属到医院讨说法 遭到警察镇压 多名家属被抓捕 婴儿的尸体也被抢走 未经许可了 何寻致女婴儿 不养 未经许可了 未经许可了